为了落实足语学习家庭化 并且有效提升学习与传承的效益 新族县政府办理109年度原住民足语保姆第二次征选 希望能够让原住民的足语文化向下扎根 这一次的征选原则上没有人数的限制 那我们就是只要大家有需求就提出来 那只要你符合这个亲属保姆或是一般保姆 都可以来投 那我们的期间是到5月13号 那如果有资格符合的 都可以到各乡正式公所的网站 或是到我们县府原民处的网站这边去下载这个报名简账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除了这个原本的保姆他有自己的收入之外 那依照这个等级的不同有个别的奖助金 那一到三级的话 每个月有多三千块的奖助金 那在第四期的话就每个月四千块的奖助金 那在此要请大家踊跃来投建 足语推广老师黄美萍指出 一到五岁的孩子学习语言速度最快 而最好的老师就是环境 透过日常中不断的对话跟游戏 让孩子能够自然而然认识足语使用足语 还是要回他足语 这样的话他就已经习惯了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宇推在做的这个足语家庭的这个教学 那足语家庭教学呢也是一样从我们的足语保姆这边跳脱的时候 五岁以后我们会衔接去接受这个足语家庭的继续他们的足语的这个扎根计划 那我想这样的话是对我们圆明小朋友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这项计划报名日期从几日起到五月十三号为止 并且依性职分为亲属保姆还有一般保姆 符合报名资格的原住民族族人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 为未来的族语小尖兵打下稳固的语言基础 开播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